白枝鱼肚 白枝鱼肚是四川的一道名菜 制作的时候需用的原料是水发鱼肚700克 鸡脯肉150克 猪肥胶肉50克 调料选用奶汤250克 精盐12克 味精1克 葱段25克 姜片20克 料酒20克 胡椒粉1克 香油10克 水淀粉30克 鸡油5克 鸡蛋清2个 油菜鲜150克 油菜鲜150克 制作时先把鸡脯肉切碎 肥猪肉切碎 同时用刀背锤成细容 盛 Microsoft Office of Microsoft Office of Microsoft Office Word Document Microsoft Office Word Document MSWordDoc 放在碗内加水淀粉 奶汤 料酒 鸡蛋清 加入少量的盐和味精 然后用手朝一个方向不停地搅动 搅至鸡绒色泽光亮上进时配用 将切成块的鱼肚下锅焯透 捞出将水滤干 然后用干毛巾 免干水分 将鱼肚下锅 放入盘中备用 给鱼肚上蛋清 淀粉 然后再抹一层 已经搅拌好的鸡绒 力求表面平整 摆放在盘中 鸡蛋清 并用香菜叶 胡萝卜小片 点缀成花形 点缀成花形 准备好后放入蒸锅内蒸制 并在油锅内放少许油 放油菜心进行煸炒 鸡蓉断生后取出 整齐的马放在盘内 把煸炒好的油菜心 马盘中围边 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锅内放清汤、加盐、味精、胡椒粉。 用水淀粉勾芡。 淋入鸡油。 然后将汤汁浇在每块鱼肚上。 这样,这道菜就做好了。 白芝鱼肚的特点是,色调素养,鱼肚软糯。 鸡蓉鲜嫩,汤汁晶莹剔透。 味儿极鲜美,乃宴席大菜之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